修仙长路漫漫,艾坤与你相伴 大家好,这里是修仙的艾坤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宗门对决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以及宗门之间战力差距过大,如何提高胜率 首先,我们知道宗门对决是按照战力来匹配的 这时候就会有小伙伴提出疑问 如果我们把宠物、装备都卸下来压占 是不是匹配的人战力也会低 到时候我们再把装备穿上 首先,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因为它会按照历史最高战力来匹配对手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你们宗门的总战力是81 把装备拖了压成了70亿 但匹配的对手还是81 这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它还会保存你的匹配时的状态 系统把没穿装备的状态已经保存下来了 也就是在对手打你的时候 你是没有穿装备的 第二,战力差距过大如何去胜 众所周知 每个宗门里都会有一些成员 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忘记来打宗门对决 但是一旦比分咬得比较死 就差几分的时候 宗门里的宗主管理就会爱他这些人 让他们上线打 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让西安峰和一些有时间的小伙伴先不打 等到周三的晚上 宗门对决快要结束的时候再打 这时候对方想摇人的话时间是来不及的 而你们却已经把分打满了 这样操作下来基本上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标面还是有的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遇到一个战力很高的宗门 在最后的时候 宗门对决快结束的时候 对面以为自己稳赢了 在聊天框里发了个拜拜 然后我也发了个拜拜 之后比分瞬间反超了一分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大学的尴尬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有问题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